圆文哉俗 视节上会 上会就讲到 那个死大监高喜潜 有意扣着那些军队 不派人来去支持 结果呢 盗手的胜利就化为云烟 奴障升 执回一条命 到大刑知道高喜潜靠害 但是你没有他办法 他是皇帝宠信的太监 奴障升只好去找上司 楊智昌高长 楊智昌也没有办法 治得到高太监 他只好去劝解奴障升 他说 唉 你就不应该坚决去打 应该去和谈 和谈是个权宜之计 但是唯一能够挽救大命艺局的决策 这是一句话来的 奴障升只说了一句话 楊智昌立即无话可说 奴障升说了一句什么呢 他说 你叫我以和 你知道的了 我首提上方 保剑身负重任掌握三军 如果我去以和 不用问当年袁崇焕的命运 一定会轮到我的头上来的 他这样说法 又是真的 九年前 在北京城下 奴障升亲眼看见袁崇焕 为了仁清兵攻城 进行决战 结果硬硬被人套罪名 人狼入室 如果现在赞同后金以和 朝中那些大臣賢官 哪都肯放过你的 汉奸 叛土 这些罪名 一定脱到头上的 绝对没好下场的 与其在刑场上被皇帝斩头 不如战死沙场 还拼得个好明星的嘛 杨智昌被他一顶撞 确实是无话可说 只好就说了一句 那你用上方武劍杀我算了 奴障升就回答 要杀都不应该杀你了 要杀就杀我 如今我已经别无所求 只求判死报果 杨智昌心中十分相信 奴障升是一心为国效忠 他亦很敬佩这个不怕死的将领 他亦知道奴障升实在是无路可走的了 所以他只能够以死身果 事实上 奴障升的分析 奴障升的分析十分准确 如果他去讲和 实死无疑 因为那些大臣和盐官吃饱饭 没什么做 现在整天在议论 奴障升夜襲失败的事 这些人并没有责怪高喜潜 反而一致认为奴障升有汉奸内奸的嫌疑 一定要整死他 所以如果奴障升真的进行和谈 一定是拉出去斩头 更麻烦的 崇禁皇帝是因为奴障升已和 所以很讨厌奴障升 总是想切掉他的职 换那个人来带兵 那时候 又有一个叫做刘雨良的人 这个人是当今首富 他十分激动 挺身而出 公开表示 现在国家遭遇这么大的灾难 大敌当前 有些人就怕死 不敢挺身而出 我就愿意不顾死生 亲自上前线 皇帝一听 皇帝一听 蛤 这个这样的时候 有人这么英勇啊 不顾死生 愿意前线 而且 这个人还是朝中最大的官 当今首富 所以 皇帝很高兴 亲自接见他 打算要他来到梯代奴障升 当统帅 指挥三军 谁知道一问 哦 原来 这个刘首富呢 只是说前半截 他还没说下半截 他说我亲自上前线 不 不过我是去阅兵 去训话 鼓励士兵而已 我并非是去指挥三军打仗 哎呀 皇帝就火棍了 哈哈 你居然跟我来到开玩笑 认识我 是吗 好 我就派你做督师 我就是要你上前线打仗 要你顶退奴障升 不过呢 那个东国大学士 皇帝最信任的杨志昌 坚决反对 他反对这个首富当主席 认为杨志昌十分清楚嘛 这个刘首富 口花花车大炮就不用本了 根本没有本事的大兵打仗嘛 硬硬要他上前线 当总指挥 那实死无疑 他死呢 就是应该的 但是 哎呀 那就难为手下的杖士咯 所以 杨志昌 做回读读 占领 几个最重要的城市 尤少公打北京 在这个时候 啊 奴障升依然按兵不动啊 并没有採取任何应急的措施 喂喂喂 为什么会这样的 奴障升做事 一贯是雷厉风行的嘛 为什么这次次都不採取行动的 敌人已经打到来的嘛 哎 哎 他又不可告人的苦衷啊 因为 杨志昌 固然是一个 屡落光明的人 又大力支持路障升 但是那个死泰监监君 告起潜啊 是个害人害到底的人 他死都不肯放过奴障升 他偷偷地 利用他监军太监一支拳 将奴障司手下的大军 全部掉走了 只剩下五千人给奴障升 喂 侯金军队是征兵十万打你嘛 你只得五千人马 五千人里面 也不是全部都是关灵铁骑嘛 还有很多集牌军 不能打的嘛 哦 五千对人十万 只剩下一个鸡蛋握石头 一定会输掉的啦 所以 奴障声十分有意 正在这个最令人担忧的时刻 奴障声得到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 高阳失守 高阳地处河北 是一个小小的远城 无兵也无钱 是一个不引人触目的地方 但是高阳失守 令所有人惊惶失措 因为有一个天下文明万人关注的人物 孙成忠 就在高阳城里 这位举世无双的孙成忠 亲手培养了袁崇门等等大批人才 他扣建了关灵放先阻挡清军几十年的进攻 逼到那个奴以哈籍 一直到断起都没办法越过雷池搬保 连黄太极也没办法拆一构砖头翻车 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 奉献了他全部才华 一生心血 尽忠报国的人 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成军尽攻高阳 那时候 孙成忠已经76岁了 退了又就住在高阳城内 高阳并没有军队把守 亦没有将领指挥 更加没有粮食储备 但原之地不堪一击的小城市 满清大军早就知道 小小的高阳住着一个大人物 但是后今十分敬重这个孙成忠 并没有进攻高阳 只是派出使者 可客气 请孙成忠去谈判 不要说要人投降那么难听 谈判 大家和平解决 请孙成忠 搬你侯金居住 享万福 孙成忠 一点都不理他情了 带领全家 二十七口人 和守城的士兵一切 兼守城市 在孙成忠 伟大的精神号召化 全城几千老百姓 没有一个人逃亡 全体一起来 坚决抵抗清军 那么清朝内心献行 一些效果都没有 就发动最后进攻 结果 我只用几日时间 就佔领高阳 孙成忠 不幸被俘虏 对这个高级俘虏 清军 认真 避免 撒分客气 只是劝他投降 当然 没可能达到目的 按照 侯金的规矩 一定是推出去 斩头 就好像文天长夜 这样处置 但是这次 就是例外 对这个折磨 侯金几十年的宣承中 侯金 就给予最高的礼遇 给予孙成忠 自杀的权利 孙成忠就接受了 敌人这份礼物 他整顿衣冠 向着北方 向着北京的方向 叩头 向祖国告别 跟着就自杀身亡 这个就叫做 气质 也叫做 骨气 孙成忠 欺生的消息 后快全遍天下 举国悲同 崇祝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日 盧障声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终于下定决心 以前他曾经多致下令 要高喜潜的部队开来和他会合共同作战 但是高喜潜根本就不理睬他 杨志昌也十分无奈 就说给盧障声听 没办法再调兵来支持你了 盧障声那时已经吃完了糧食 兵力只有五千 确实达到弹尽量绝的境地 面对清朝的主力骑兵 现在 前无虚路 守无可守 唯一办法只有 盼死一战 尽忠报国 盧障声召集所有的部下 集中在大应善变 他像孙城中一样 先跪下 向着首都 向着北方的方向 叩头 然后 讲了一份激动人心的说话 他说 我 作战多年 神经几十战从未输过 今日 但尽量绝的众我寡 我已经下决心 明天出战 愿意作战的人 跟我一起去 不想去的 就留在这里 任由各人自己决定 我 但求以死报国 不求生还 第二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盧障声 穿上一身 白色的校服 他决心去死 根本就没打算回来 他带着五千人马 冲上前线 五千人 没有一个留帝 全部跟着他 送死 部队去到巨鹿 和清军主力 造仪作战开始 比例 是十个打一个 人家兵力比你多 火力比你强 训练比你好 胜败 早已定了 在强敌边线 盧障声毫不畏惧 从上五一直打到下走 战方认真 很惨烈 盧障声的军队 反复冲击 左冲右德 政军损失重大 但是 到埃曼那时 盧障声已经明白 这场仗 输定了 他的大炮 已经用了弹药 连射的箭都没了 他部下也都伤亡 惨重 所静无忌 但是 盧障声 依然挥武马都不顾一切 继续冲杀 根据清朝官员 篇写的史料记载 盧障声 十分頑强 在激战中 身中四战三刀 依然是血战到底 他一个人杀了几十名清兵 却之 伤重牺牲 尽忠报国 很多人并不清楚 盧障声 虽然位高权重 七省总督 但是 十分年轻 他死的人只是四十岁 正是强将手下无约兵 他战死的时候 身边一个亲兵 围着保住统岁的尸体 他拨在盧障声的身上 哇 敌人用乱战射他 他身中二十四战 死都不肯放手 抱着盧障声 这位名将 跟那个无名小卒 表现出来的英勇壮烈气质 确实令人尊敬 那么这场这么惨烈的战役 他带领的军马结局是怎样呢 他旁边的战区的将领 又表现得怎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 哦 期待下会分解了